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公司是从2016年开始成立的 那到目前为止呢 五五的几百位客户了 确实是我们可能比较集中于大部分的时间在买头工作 然后呢 很高兴能够有机会跟大家见面 来介绍一下这个领域的一些知识 尤其是在今年疫情结束之后的话呢 会有一些客户呢 陆陆续续的来入美国 来开启这个单元的流程 我们希望我们能提供一些很有帮助的一些信息 来帮助大家做个选择和判断 是的 那个其实刚刚这个盛博士 你是介绍了一下您的公司啊 从16年 那个我想请问一下 您之前是在学习这个专业吗 所以现在在从事这个行业 是的 我在以前的时候呢 也是做生物医疗方面工作的 其实我在学校里呢 学习了很多年 从在本大读了本科 然后又去清华读了博士 回到美国呢 在UCLA呢 做了博士后 所以呢 经历了很长很长时间的一个 生物医学领域的教育 其实最后选择这一行呢 也是一个机缘巧合 因为我妈妈本身就是在乌产科工作的 我从小呢 也是在乌产科长大的 所以现在就觉得 最后选择这个从事职业 可能是一个天生的一个缘分 没错 就是这个 其实对于生命的这样的一种喜爱 或者是说对于这个繁殖 或者是说这个生殖学的 这样的一种专业 我觉得这个其实 说到底是我们人类 最根本的一个追求 所以这个也非常感谢你 从事这个行业 然后为很多的朋友带来 他们需要的宝宝 我应该是这样讲 因为我有一些朋友 他也是在这条路上 很久了就是在 需要宝宝的这个路上 这个寻找宝宝的路上很久了 所以我觉得像这种 第三方的生殖辅助的 这种机构 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好的 然后而且我们也希望 今天可以通过这个 申博士的讲解 让大家更加了解 代孕的整个的流程 以及到底他可以 为我们带来些什么 怎么样来选择 那么今天申博士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说准父母们 你们到底应该 做好什么样的心理准备 再来启动美国的代孕 这个前几期节目 相信大家有看到 就是关于申博士 跟我们分享的 这个代孕的方方面面 不管是时间还是费用 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 应该是算是人生中 一个很重大的决定 也是一个费用不菲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在这个时候 做好自己的心理准备 其实是很重要的 所以来问一下 这个申博士 就是说 我们首先来说 就是准父母 他在这个过程当中 您认为 他们通常会面对 什么样的一种心理压力 我觉得每一个客户 来找我们的时候 其实都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期待 他跟这个 对 有一个很大的心理期待 同时又很紧张 对 就是说 想象到这个事情 发生到最后 宝宝宝宝的时候 是很美好的 但是想象这个过程 可能是很复杂 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客户 觉得这个事情 可能很简单 没有遇到它的复杂性 所以我觉得呢 大家可能要比较正确的 看待这个问题 就是说呢 记不了特别的乐观 就是它不是一个 有了钱就能够解决的问题 对 对 所以我们也不赞成 比如说 比如说明星 我花了钱 我就生孩子 或者是怎么样的 这个每一个个体都 每一个出生的宝宝 都需要被认真的去对待 对 所以我们首先 让大家呢 要了解这个事情 是很serious的 是很认真 很严肃的 所以我们也现在呢 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的话 我们对我们的客户的 这个信息的 这个调查 其实是更多 我们会问大家 为什么要这个孩子 以后会 谁来带这个孩子 经济情况是这么一样 对吧 所以说我们希望呢 就是我们自己能看到 这个宝宝出生之后 实在一个非常稳定的 有外的环境中生长 那么 那么另一个角度 也就是说 我们会认为呢 客户也不需要 国外的交流 那么就是说 尤其是 比如说我们说 不孕不育的客户 其实他们在国内 经历了很多之后 才到这边来的 对 那么他对 那么这个时候 就会额外的 有一些焦虑 而这些焦虑 可能是在之前的 一种堆积而带来的 那么这个焦虑 可能对这个事情呢 并没有一个正向的作用 所以我们 除了做工作之外 很多时候 我还得 跟大家做一些 情感上的一些建设 或者说 情感专家 我理解大家的 这种感受 所以说 每个客户的 这个就是 可能心理的 这个起点会不一样 有的会轻松一点 比如年纪 轻一点会轻松 年纪大的时候 会紧张一些 所以我认为 大家呢 一定要做 一个正确的准备 就是这件事情的话呢 能成功 但是会有一些波折 所以心理预计 这个事情 可能会有波折的 我也接受 比如说 要接受的就是 移植失败了 它是正常的 我接受 移植成功了 流产的 这个也是正常的 我接受 对吗 就是说 时间上 多了一点 我接受 那么 主要是 在这些情况下 就是说 我们叫什么 就是 prepare the worst 就是我能够把 他的情况 都想好了 那么就是说 这个是我接受的 那我的费用上 比如说你说 十二万 我就是花了 十四万 那我觉得 我心里也能接受 那么这个时候的 基础就很牢固了 对吗 然后你后面的时候 如果它是真的很顺利 那就很高兴 对吧 如果是稍微的 发生了一些什么 那我觉得呢 其实也是在 你的心里的准备范围内 对 对 这个是我 我非常非常建议 大家去做 因为 它有很多 难以预计的情况 因为它不太复杂 那甚至可能 比如说 比如说 我们可能说 他可能这个政策变了 他保险政策变了 那么 我的这个费用 就会增加了 那这个变的时候 是都变了 它是不可控的 那么这个呢 大家就接受它 这样的话呢 就不要影响 自己的心情 因为 我们说报了报 什么都是值得的 真的是这样的 是 没错 对 对 我觉得这个心理建设 大家一定要做好 那么资金上的准备呢 一定要多一些 比如说 如果说今天 我们说12万 你说我只有10万 我来做这个事情 大家不要做 对吧 因为你不能说 我之前后面不能 没有了 对吗 是吧 或者是我借钱 来做这个事情 其实没有必要 如果说你现在说 做这个事情 我一定有14万 或者我有16万的 预算在这里 那么就可以开始 我觉得这个是 经济上的准备 那么其次的话呢 一定要多做 多做 多做调查 其实呢 自己在网上读也行 因为现在网上的知识呢 是挺多的 多找几个中介聊呢 也行 因为聊聊之后呢 就会把很多的事情呢 就都聊 聊通了 就你自己心里知道 这个走程 还有哪些风险点 哪些关键的点 聊通了 就可以了 其实我们不介意 比如说跟我聊完了之后 大家最后 选择了别的中介 可以的 或者是甚至是 别的中介都做了 有问题来找我们 也没有问题 因为帮助人的 这种感受 其实挺好的 就是能够解决 这个问题也挺好的 大家来这边的 目的是一样的 这个 它不是说 以一个赚钱为主 这样一个事情 这个工作其实 对我来讲 这个工作是 很stressful的 就是每天都压力很大 或者各种事情 但是它是有 很rewarding的 就是很 很享受这种过程 所以我觉得 帮助大家就挺好的 我觉得你要聊 两三个中介 看十几二十个视频 读几篇文章 觉得这个过程 我大概了解了 再开始下手 谢谢这个 甚至是相当中肯的 这样的一个介绍 其实我能理解 这个申博士的 这样的一个说法 因为 申博士他是学 这个专业的 这个就是像我 我也是学 我现在从事的 这个行业的 这个专业 就是我们对于 我们的专业 还是有自己 这个非常热爱的 一部分 然后而且呢 就是说为他去做 去做这件事情 就是说这个 我的专业成为 我的事业 我觉得这是 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特别能理解 申博士刚才所说到的 就是不怕 多去比较一些 然后给自己做足 充分的准备 但是你要知道 还是有很多人 他可能之前做了一些 这个心理建设 或者是做了一些准备 但是他最终 还是遇到了一些问题 那么在这个时候 你们会如何帮助 这些这些客人呢 就说到 刚才说到这一点 其实我们团队 的人每一个人 都像我这样 就是这个是我 很开心的一个地方 就是我们的 团队的人的意识 都是一样的 所以就是说 大家呢 很热爱这件事情 也觉得呢 就是帮助大家 是很开心 所以说如果说 一旦有什么特殊情况 发生的时候 我们会想着 怎么给客户省钱 就是 就是弥补这个损失 所以我们自己呢 这个太实惠了 对 这个 因为我其他的同事 我们大家也都是一样的 有的时候就说 自己吃点亏就吃点亏 因为经济上是一个方面 对吧 感情上是一个方面 那么我们觉得 就是怎么能够在经济上 我们可能会说 能不能在其他方面 给大家打个折 对吧 比如说我们能不能 找一个孕母 她愿意降低一些 补偿金的 如果需要重新匹配 那我们中间 能为客户做一些什么 还有的话呢 就是这个情感上面的话 那我们可能就会 很理解吧 我觉得这个时候 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 理解是很重要的 就是大家 我觉得大家如果选择 一个中介的话 你要信任 不要怀疑 对 要信任的时候 然后呢 能够互相理解 当有特别特别难的时候 大家能够互相理解 这个事情就能走得通 走下去了 没错 我觉得这个其实 从这几期节目 跟申博士的聊天当中 我觉得他是一个 很善于沟通的人 所以我觉得这个 就是说沟通这件事情 对于很多的 面对很多的问题的时候 它就是一种 最终的解决的方法 这个 所以就是说 这个我觉得就是说 大家在 如果是你是准父母 你有这样的一个 待遇的想法 这个真的像 申博士说的 找到一个这个 善于沟通 或者是值得信任 然后并且能够去 帮你处理一些问题的 这样的一个团队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就说 大家这个 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直接来跟我们的 这个申博士聊两句 其实我们前面 有讲到这个话 这个问题 但是这里 我还是想请申博士 来给我们准父母说一下 就是说您会建议 这个准父母和代母 维持一种 怎么样的一种关系 会比较能够 让这件事情 顺利的进行 我见到的最好的状态 就是 两个人是朋友 我们的这个孕母呢 会觉得 我帮你带了一个孩子 然后我还等着 给你带下一个孩子 就是说他们觉得 这种交流是非常好的 那么就是像我说的 大家不要觉得害羞 哪怕你的英文不好 在这个过程中的 任何分享都是好的 不需要 但是我不觉得呢 就是大家在考虑问题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到 这个文化的差别 对 这个很重要的 就是你不能把你自己的想法呢 来去强加在孕母的身上 因为有很多的事情 在我们中国看起来 是很 很不能接受的 比如说孕母 怀孕的时候还开车 但是 对吧 这个对 但是 这个时候 你一定要告诉自己 这个是文化的差别 这个是正常的 对吗 那么 有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 觉得 如果我怀孕 我就会这样 我就希望孕母 也是这样的 这个也是不对的 就是说 而是说 在她这种情况下 我怎么能够沟通 能跟希望 像我希望的那样 就是一定要承认 这个过程中 是她 而不是你在怀孕 对吧 但同时是 我的希望在这里 我怎么样去 告诉她 这是我的希望 但不强迫她 嗯 没错 对 对 然后另外呢 我们其实不建议 我们的客户 把自己的这种 情绪的压力 带给怨孕 比如说 我就一个陪她 我就两个陪她 我要 一之前我就告诉她 这个对我太重要 你一定不能怎么样 那么这个时候 怨孕的压力就很大 但相反 我们会说 这个时候 可能大家 要保持冷静 不要 把这种压力 传递给她 而就把它放轻松 可以把这压力 给我们 但是我要给怨孕 对 对 所以我们 给我们的时候 我们会跟怨孕说 你打个针要怎么样 前后怎样 我们就会 就是盯得再紧一些 但是 就是情感上的话 我觉得要保持 很好的一个距离 我觉得这些就 挺好的一个状态 大家如果做完了 这个之后 时不时都想 在这个世界的另一端 还有一个人 帮我坏了孩子 这个人呢 也挺美好的 其实挺好的一件事 怨孕也会想 他们有的时候 会分享他们的故事 会说 我们什么样的客户 带育了孩子 我们有了什么样的交流 时不时的 我还能收到这个 客户发来的照片 就是 真的是人生 很特殊的一件事情 没错 这个确实 就是这个 我觉得这个是这个 这个 我觉得 孕母这个本身 就是一件 很伟大的事情 就是在帮助这些 没有办法 特别是对于 那些不孕不育的朋友 就是说 没有办法 有自己 自己怀孩子的 这样的一些人 让他们有自己的宝宝 我觉得这个 真的是一个 功德无量的事情 这个当然也谢谢这个 申律师 而不是 申博士 你们给予的 这样保家互防的 这样的一个作用 好 对 其实 其实 杨阳 我多说一句 其实我觉得 就是关于这个 这个大明星的 这件事情 我们其实作为 这个美国的 大明星中介的话 我们也有 可以听到 不同的声音 我们所见到的 实际上是真实的 很多很多的客户 因为自己不能够 而寻求第三方 辅助生殖 所以我觉得 这个东西呢 我自己的感觉 就是当你不 处于这一点的时候 当你没有这种 刚性需求的时候 其实我们所谓的 就是你可以去批评 别人 对吧 但是他真的是 当人真正 有这个需求的时候 它是一个 是一个很帮助 别人的事情 对 因为尤其是 我们中国文化上面的 这个宝宝 对于一个家庭来说 它是起着 居住群众的作用的 所以我觉得 大家在 批评别人的时候 其实要更 把自己放在一个 对方的角度去思考 但是我也觉得 每个客户来 美国做代言的时候呢 有自己的选择 要精心自己的选择 不要去听白姐的声音 嗯 这是我的感觉 这也是这个 不责任的行为 这也是这个心理准备 对 对 这也是这个 应该的心理准备 就是说因为很多的时候 其实我们知道的 都是这个事情的某一面 就是说 其实只有当事人 他了解自己的这个需求 或者最真实的情况 所以就是说 当然你要知道 就是说 比如说像明星这种 这种人 他本来就是大家 这个茶余饭后 会聊的这样的一个话题 所以他带来了 这样的一个话题 其实就会 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但是其实我觉得 这个也是给我们 其实上了代孕的一堂课 就是让我们很多人了解 对 代孕这个行业 然后知道了 代母的存在 然后知道了这个 这个事情啊 第三方生殖 现在发展成这个样子 我觉得也 也应该是件好事 对 是的 有好有坏 对 好的 谢谢你 好 这个谢谢这个 申博士 这么多期 跟我们分享的 这些代孕的知识 但是还是那句话 如果大家有 有这个任何的问题 要亲自来 这个跟 这个申博士来聊一下 这个他的二维码 可以扫一扫 然后直接来问 申博士问题 也感谢申博士 跟我们分享 今天这个话题 辛苦了 谢谢你 谢谢